今集, 法國鴨族編 會帶大家去到世界文明的 巴黎南大廚藝學校 觀摩法國頂級烹飪藝術 還會去到黑松露產區 見識找黑松露的過程 和吃一個珍貴的黑松露餐 跟廚得直加強版 為你獻賞終極法國美食 黑松露是不少美食家 心目中的頂級美食 這次為了尋找這種矜貴的食材 我跟Milson 就出發去到這個距離 科爾多大概兩個半小時車程的小鎮 Sok 這個小鎮是法國的黑松露之鄉 周圍大大小小的松露園 大概有80個 平時這些松露園都是閒人免盡的 因為不想影響黑松露的生長 不過這次我們就跟著當地人 不僅有參觀 還可以一起去找松露 每年到了12月左右 就可以開始找黑松露 本來傳統是用豬來找的 不過現在 絕大多數都變成訓練狗仔 來找黑松露了 在Sok這裡 現在只剩下兩隻豬 才會去找黑松露 這次得到松露園主人的安排之下 我們特意找到其中一隻豬 來示範找黑松露給我們見識一下 現在要放一隻豬出來 帶我們去找黑松露 這隻豬有個很漂亮的名字,叫Nini 你好 比我上中大 對,我以為很小隻 牠吃粟米 牠吃粟米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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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對,沒錯 這隻豬比我上中大 這隻豬 那隻豬比我上中大 所以牠會很努力地聞 不過訓練牠找黑松露 唯一的方法就是每天給牠吃 讓牠記住黑松露的味道 所以成果真的很貴 這次是Nily 今年第一次出動找黑松露 看牠也很努力, 一直不斷聞 不用一會就有發現了 牠是吃的, 吃的濕米 放一些, 給牠吃 找到松露了 這就是松露了 很香 很神奇 牠找到了 這就是剛才找到的桃子 但我要一袋松露 給牠多一點, 牠會有大顆 繼續… 好像有些新的發熱 牠聞到… 這顆更大, 我要 這顆很大 這顆是非常大顆的 比起這顆, 真是小毛的大毛 當豬找到松露的時候 主人就會把松露放在旁邊 吃粟米就不能吃松露了 然後用豬捲住豬的嘴 然後就會拿松露出來 很香 而且很濕潤的松露, 新鮮爬出來的時候 你們沒看牠找得這麼容易 其實只是好運 因為黑松露絕大多數 都是在醬柱的根部生長 不可以人工種植 所以就算種了醬柱 也不等於一定會有黑松露 就因為牠這麼罕有 所以就見得特別矜貴 牠說這個黑菌是徘徊在鼻子上 表現至十個小時的地上 所以牠比較聞得容易 但有些床得很划算的 牠便會聞得到 養豬腊還有另一個原因 因為牠很生養 除了可以找松露 還可以生下一代 可以繼續幫牠賺錢 幫牠們賺錢 真的嗎? 今天Lily的成績不錯 接著就輪到另一隻狗仔示範 牠只有三個月底 是第一次出來找黑松露 不知道成績會怎樣呢? 牠又有機會了 慢慢來 找… 那隻豬不差 牠聞到簡直是狠 是 真的有 又有一顆嗎? 是 很快就收貨了 很快 據狗主Thomas說 狗仔找黑松露 只是為了令主人開心 所以可能沒有豬找得那麼賣力 不過不用每天餵牠吃黑松露 成本就輕很多了 另外, 為了阻止狗仔找到之後 會吃了顆粒黑松露 狗主有一個特別的方法 避免這種情況發生 牠挖完之後, 給你們一顆芝士 這隻狗真是法國人 牠是拋磚引玉 其實要知道哪棵橡樹下 有機會有黑松露 也不是沒辦法的 教主說了一個貼士, 讓我們知道 一般黑松露會在橡樹下底 通常如果橡樹下底 沒有草或光氏曲 那就有機會有黑松露 因為黑松露在下面 會吸收所有營養 所以上面就生不到草 對 除了留意橡樹到處的土地 當地還流傳了一個古老的方法 去找黑松露 Vincent, 這是什麼呢? 這位先生有一個朋友 在摩納哥帶了一塊雲石 他說如果拿著的時候 動的話, 即是那棵樹柄 那棵樹柄, 周圍的黑松露 培的包子會有很多 相反而言, 有一棵要弄一棵 完全不動的 是 他說那個沒得生養 他可以試試, 他可以試試 他可以試試, 他可以試試 他可以試試, 他可以試試 讓我儘管進去試試 我現在貼著棵樹 看靈氣傳不傳到來了 不, 他沒有任何能力 可能我真的… 不, 他沒有任何能力 可能我會弱一點 看完豬和狗仔吃飯玩偷松露 我們就去到當地的 一間黑松露博物館參觀 怎麼會是黑松露的質素 黑松露的質素 很均勁 當然, 外面是黑松露 也就是這裡的表面 黑松露的質素 很明顯 其實全世界總共有26種 松露品種 而法國有12種 不過主要都是黑松露 品質最好的黑松露 重量應該是介乎在20至90克之間 不是越大就越好 比這兩個來說 這個是很大的 但其實它是採的時候 已經崩潰了 其實就不一定是最好的 相反而言, 雖然這個小, 但每樣樣… 完整… 全部是完整的 你看看 你可以立刻用一個刨 可以刨出來, 也很香 現在聞到也很香 另外, 館長說 近期經常有一些 來自中國的黑松露在市場上售賣 但這些松露和這裡出產的 法則上就有很大差別 我剛剛問它有什麼分別 原來它說這個 第一, 價錢已經相差很遠 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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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元, 一公斤 這個是中國, 只有40元 對, 相差很遠 所以它也… 為什麼價錢的分別這麼大呢 其實在這個… Perigord出的黑松露群 那個香味 它說有150種的分子香味 但是在中國出… 來自中國的就差不多是另一種 沒有那種香味 在這個博物館裡面 其實還收藏了很多有關 黑松露的物品和資料 全部都很有歷史價值 傳統以來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找蟲爐 有些人還找一枝丫叉樹枝 在樹附近的探測 如果樹枝浸的話 可能代表是蟲爐 或者看到這種蠔 在樹周圍飛, 也可能代表是蟲爐 但這些也未必一定有方法根據 黑松露群的保存方法 在幾個世紀之前已經開始了 最初有些是找鹽葉 有些是風乾 有些是將它切成片後 放進酒或醋裡 不過自從在十九世紀 人類發現了高溫消毒這件事之後 以上所有的保存方法都沒有用 就是用這個容器 將黑松露群煮三小時 將黑松露群放在瓶裡再煮 煮完之後 然後黑松露群就可以保存很久了 去完博物館 當然要去當地著名的餐廳 嘗嘗地道煮法的黑松露菜式 Viu Tim, 這餐很富貴 我們好像發達似的 對, 全部都是用黑松露煮的菜式 對, 三碟都是 黑松露配蛋是一個很普遍的配搭 因為雞蛋的清香 和雞蛋的簡單的味道 其實最能夠突出黑松露那種很特有的香味 對, 那種香味 嘗嘗, 煮菜了 這個法文應該怎麼稱呼呢 鬚鬆 鬚鬆, 是嗎? 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是解拖鞋, 其實是越來越 是一個鬚皮來的, 是嗎? 你看裡面有什麼 對, 鬚皮是包到一個小角 你看看是什麼 是整塊黑松露群 對, 你發達了 對, 你我就不知道了 我就是第一次 整塊完整的黑松露 只一次過這樣吃 很富貴 還有鴨肝在裡面 我這個也有很多鴨肝 但是我們的主菜是用鴨胸 煎得… 挺紅的 這些全都是黑松露群 廠間不能說話, 真是炒好味 這些材料全部都是本地的土產 這個法國西南部 它有產鴨肝、鵝肝的地方 一定會有鴨肉、鵝肉食 它的鴨胸是特別大夠的 嗯… 這個我想是半隻鴨胸 已經夠兩個人吃 嗯… 平常我們在香港吃黑松露 只有一片片, 只能吃幾片 是 但是整粒吃的口感比較爽 而且整個… 整個香味在口裡 很久都不散 嗯… 所以來到這個地區 吃本地的食物 特別是吃蠔 因為那些食物可能比較便宜 又新鮮 嗯… 而且你可以吃到它時令最好的食物 嗯… 我們幾樣都吃到最昂貴的 鴨胸、鴨肝、黑松露菌 它這個醬汁也是用黑松露菌的醬汁 加上一些肉汁下去再咬 所以吃得這麼慢 是 真是好吃 很好吃 好… 巴黎, 作為法國的首都 每年都有不少的旅客會來到旅遊 這次我和Viuzen來到 除了在著名景點遊覽之外 還去到文嶺的南大烹飪學校參觀 這間廚藝學校是在1895年成立的 在這麼多年來 已經培訓了很多世界級的徐司 在巴黎的南大學校 每年大約有兩萬名學生 主要是培訓專業法式料理 和法式糕餅的人才 選擇學煮法國菜 或者煮糕餅的學生 都要上三期總共九個月的課程 之後還要去餐廳實習 然後才可以取得畢業證書 另外, 學校現在都設有短期的課程 讓遊客去報讀 來到這麼出名的廚藝學校 我都要入課室試試做學生的滋味 上課的時候 導師會即場示範做菜式 還有一位導師即場用英文翻譯每一個步驟 就算你不懂法文 都一樣可以學會做美味的法國菜 我的名字是阿姆 我已經在這裡五個月 我已經在餐廳的業界已經十年了 我來到了Cournamblue 我非常喜歡 我喜歡廚師教授的廚藝技術 它是很好的傳統的法國的法國 在世界上都會有傳統的法國的法國 就是很具體化 一堂師傅的演示課 然後我們是實操 在實操課裡面 如果你有什麼不明白的話 師傅會一步一步跟你分析 跟你講解, 很細緻 難得來到我的舞校 我幫你約了一位導師 跟你上一個私人的課程 做一個傳統的法國菜 今天Chef Poo Park會煮牛肉 Chef, Jackie, Chef 你好, 你好 他們今天會準備一個牛柳 又有鴨肝, 又有… 白色的雜菌汁 很多漂亮的時令雜菌 還有黑松露菌 我們開始了 我們開始拿雞皮 他現在在… 給你一份, 你跟他一起做 私底來 你別這麼說 我們先把材料切掉 先把材料切掉 這個大部分大概是180克 很軟, 很軟 對, 很軟 肉質很漂亮, 很新鮮 其實要切厚和薄都有一個不同的名字 這個厚度就叫做Tornado 我們把這個Tornado調成形狀 綁好之後, 就可以把牛柳放進冰箱 等煎的時候才拿出來保持新鮮 然後就可以開始做汁 把剛才剩下的牛肉切粒 現在可以放開鑊就可以炒香 這個過程是把肉煎至幾滴都變了啡色 就叫做DROWNED 或者先把它辣過 但不能煮得滾 不要讓它黏住 我們的劫法叫做煎香, 把它撒開 我們叫做牛肉汁流出來的焦糖 其實就是焦 其實也很香, 因為有油份的食材 汆了, 本身有種香味 對, 要有這種鑊 才可以有這種效果 現在我們準備雜菌 雜菌裡面有四種 剛才選了四種精選 冬天最好吃的就是牛肝菌 還有黃菌 因為各種形狀, 好像喇叭 他們叫做腸筋 這個魔腦菌, 你叫它做什麼? 羊肚菌, 譬如有時候台灣人 都是譯作羊肚菌 將雜菌很快地用水, 沖一沖之後 就可以切粒備用 另外, 就將切粒的乾蔥放進鍋子炒 這個跟中國人煮東西有一點分別 中國人煮東西, 先將新香料爆香 讓油有很多新香料才把食材放進去 然後翻轉 炒了肉才把新香料放進去 而且你知道火不太猛 好像我們喜歡用鑊氣… 因為魚在煮汁, 而不是煮到燙 所以溫度不需要太慢 炒了一會兒之後 就可以加入牛仔濃湯 用慢火煮至稠身 之後隔走材料 最後放一點黑松露下去煮多一會兒 就完成這個香味十足的濃汁了 在這個時候, 這是鴨肝 這個鴨肝 在鴨肝, 對 但是這個鴨肝已經不用改了 沒有筋, 很漂亮 切好鴨肝之後 就要放進雪櫃, 冷到硬身 等待會兒就要煎一點 接著, 我們就可以用牛油 將雜菌炒香 加鹽和胡椒粉調味 加上番茄醋一起炒 這裡…現在看到色香味 我們中國色也是有… 對, 有時候霸妝 有時候煮菜, 顏色很重要 對, 增添顏色, 整塊菜都吸引了很多 我看你, 很漂亮 炒好雜菌, 就可以開始煎牛柳 中間的, 每邊用這個火煎三分鐘 因為它這麼厚, 肉也要很濃 對 煎好牛柳, 最後煎鴨肝就可以上碟 你們看看賣相是不是很吸引 完全是精緻法國菜的代表作 很棒, 給我煎的 這就是老司煎的 很厲害 牛肉用鹽和胡椒粉很簡單的醃 又沒有煎得很嚴重 原味在這裡 配上醬汁, 你看見醬汁做得… 很精彩, 龍汁 因為加了肉汁, 整道菜就像滑龍點睛一樣 配上菇, 都是非常野味 在法國, 餐飲業發達 廚師的人數真的多得數不完 而他們身上穿的廚師衣服 其實按等級有不同的款式 想知道廚師是高級還是初級 看看他的衣服就一清二楚了 通常傳統的廚師制服 都有兩排樓的設計 目的是等這邊髒了的時候 反過來就可以遮住了 要適別廚師的吸塑 通常是看樓的 五個階廚師的樓 用布包著原樓 而且質料也廣告一點 還用埃及的高級綿製造 讓廚師出去打招呼時 也可以得體一點 而初級的, 只用圓膠樓 還有用白樓而已 而質料看上去也差一點 而有些廚師衫 不是每個廚師都可以穿 好像有這件有藍白紅領的 在法國三年一度的 攀岸比賽的優勝者 才有資格穿 這件更厲害 就是兩年一度的 世界攀岸比賽冠軍的廚師 才有資格穿 你想買也買不到有這個字 Jacky, 你已經看完了廚師衫 讓我帶你去一間 在巴黎以蘋果做主題的餐廳, 好嗎? 好, 我知道這間餐廳的廚師 特別由法國不同地區 採購時令的蘋果 然後根據各種蘋果 不同的味道和特質 作出多款的果醬, 飲品和甜品 Russian, 其實香港的主題餐廳 也不少 但這間只用蘋果做主題餐廳 也很大膽吧? 對, 看看這間酒有多多 又有有氣的, 又有烈酒 又有強化的酒 對, 還有不同類型的甜品 還有像巨型冰糖葫蘆的蘋果 很特別 對, 讓你試試看 好 好 我用了蘋果醬、蘋果醬和朱莉醬 加一些碎了的曲奇 做成一個共同的甜品 果醬混成朱莉醬就變得沒那麼膩 譬如蘋果醬是酸酸的 加上朱莉醬、蘋果醬味 加上一些碎了的曲奇 其實整個口感有脆、軟、香 酸和甜, 味道也很好 這個就沒有我想像這麼柔軟 我用紅酒煮過的蘋果 紅色 酒煮你很多, 煮蘋果比較少 非常少 而且蘋果味沒有因為酒煮過後蓋過 這塊是用蘋果切薄片 然後烘乾了 很漂亮 做骨子的裝飾 這個類似西多士 加了蘋果醬和滷呢拉雪糕 試試 其實甜品全都不太膩 很適合吃飽飯後吃的, 很清淡 蘋果醬酸酸酸 還有蘋果的薄膏也不太甜 而且多士的份量也不太多 吃起來就很舒服 份量剛剛好 賣相也很精緻 對, 像大酒店一樣 喝一杯吧 喝杯 好 沙啤 沙啤 請期待 有種味道 今天我們在法國西南區這個地方 有機會去參觀一間養鴨的農場 走去看看, 好 這個養鴨場是位於法國的西南區 通常其他養鴨場 將鴨養到三公斤左右 就會運到這裡 進行為期十八天的增肥程序 養到鴨六至七公斤左右 然後才劏鴨做鴨肝 這裡只養了六米 現在這個方法代替了人手的做法 在半小時內要餵到一百四十四隻 所以很快就餵 一天餵多少次, 而且餵多少 一天, 晚養一天 大量的芝士… 最初是很少, 最初是一公斤的芝士 鴨的蟲和鴨肉, 肝有分別嗎? 有分別嗎? 有分別嗎? 有分別的芝士, 會有分別 但當我分別的芝士, 會有分別 所以我們不明白會有分別 芝士不需要補充 通常這隻鴨肝會多重, 多大呢? 大約六百公斤 也這麼大 對, 平時我們看到這麼大塊的 經常聽說鴨和鵝 如何強行餵自吃的鵝肝 我經常聽, 今次只是第一次見 但看到鴨也挺辛苦的 離開養鴨場 我們就進去另一間房間 看看老闆娘示範湯鴨 拿鴨肝的步驟 好像做手術 很接近 而且皮也很薄 在表皮上已經看到鴨肝 燙開了 看到很新鮮, 而且鴨肥也很肥 這個沒有很苦 這是… 這是膽子嗎? 是, 膽子 這個要切開 如果不小心切穿了鴨 鴨肝就會流出來 看到肉和鴨肝也會很苦 沒有了 它現在是起肉 第一, 起肝和內臟 然後拿了… 肉 那個肉 其實整隻鴨, 連拿肝和起肉 整個步驟都一次過做完 對… 手臂也很純熟, 手臂也… 這塊鴨胸, 足夠我們一家人吃 它就像一塊皮草一樣 一塊皮草就起了, 連鴨腿也在 對, 鴨胸, 鴨腿 我看到那個扭, 為什麼只剩在這裡 它是以為要拿起, 放進去 扒一扒 這個串的鴨, 最滑就是這裡 對 我們中國人喜歡吃鴨腿 但裡面的扭, 它認為是最滑的 其實法國人也很會吃 中國人吃雞也很喜歡吃這部分 就是要雞針肉, 經常在雞胸旁邊 只會吃雞只有兩條, 很滑 Jacky, 鴨肝賣出去 是有生和熟的兩種 老闆娘在這裡準備了 一個半熟的做法 首先把鴨肝, 如果有筋, 先去掉 像血管那些 對 那些筋要先去掉 因為如果不是吃起來, 就好像有渣 很細口 對 這些薄的膜也要把它割起來 改了之後, 它會用一些調味 就是鹽和胡椒粉 放進一個我們叫Turin的帽子 專門裝這些鴨肝 對, 現在醃了鹽和胡椒粉 之後, 再灑一層 每一層都灑 在法文叫Me Kui, 即是半熟 Me, 即是Medium, 一半熟 即是有一半熟 但是鴨肝來說, 不需要全熟去吃 是… 它放進焗爐的時間不太長 放15分鐘, 但高溫 是焗它的嗎? 是, 放進焗爐也很高 看完示範 老闆娘就帶我去試試 這個養鴨腸的出品 除了試鴨肝之外, 還有很多好東西吃 Rusan, 都餓了嗎? 是呀 不如試試這個農場 他們自家製鴨的製品吧 好, 這裡有很多種類 包括我們剛才看過 它怎麼做的半生半熟的鴨肝 這裡切片 另外, 旁邊有一些用豬肉做的 就是把鴨肝加進去 這個更有趣, 它有一些… 鴨頸 對, 皮是用來釀, 像我們釀腸一樣 釀進去, 豬肉和鴨肝 鴨肝也很粗 旁邊你看到可能不知道是什麼 這是鴨油渣 我問了老闆, 這是鴨牛油渣 我很興奮這個鴨油渣 豬油渣 鴨肝脆, 一定好吃, 鹹鹹的 豬油渣小時候吃過 鴨油渣鴨油渣鴨油渣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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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脆, 但有一點韌韌 很多時候飯前放在桌上 跟椰菜花, 或者有一點菜頭 當飯前的小吃 在香港好像很少見到這樣的鴨油渣 香港沒有, 我想香港人很注重健康 當你現在不會吃這麼多這些肥膩的食物 不過我們就… 拿不拿一餐, 無所謂 拌麵, 我想他這個好吃 這個鴨筋的豬肉 我覺得有點像我們吃的午餐肉的質地 對 像豬肉鬆鬆的, 是嗎 其實那些肉攪碎了之後 用最簡單的調味, 即是鹽胡椒粉 加了一點點的香料 已經可以用來跟鴨肝一起焗熟了 我先嘗嘗這個鴨筋 也會嫩滑的 就不像我們平常吃的熟的鴨筋 比較粗糙一點 這個就比較嫩滑一點 這個就是鹽醃了之後 就這樣風乾 就不是一個真正煮熟的 它是一個生的質地, 應該也是 對, 像火腿一樣, 即是牛熟了 通常法國人吃鴨肝的時候 吃不吃這個肥的部份 法國人也吃了 因為那些油是代表了 像你平常塗牛油 或者塗一些橄欖油 放棉包 不然吃這些物油脂 其實是挺香口的 不過不多吃就好了 久不久而已 我們沒多可理這裡 西南區真的 很富香土的風味 而且我們吃的東西是很純淨的 對, 而且外面風景也很漂亮 對, 外面的山坡、斜坡 而且四處都是綠色的 對, 像狗、鴨一樣走過 今天我很興奮 因為我身處這裡 是一家國際很知名的安派學校 教大家做一個甜品 叫皮蛋, 紫薑, 紫薑 紫薑可以在整個餐中間 做一個間場吃法也可以 你吃完整頓飯 當作一個甜品吃也可以 材料是皮蛋, 紫薑 還有砂糖 做法非常簡單 先做紫薑的部分 首先把紫薑切碎 紫薑本來是一個西餐的甜品 但是要改用中式的材料做 配搭上是很新鮮的 除了用紫薑之外 你可以用馬蹄、竹籽毛巾 或者是菇花茶 可以做一些配搭很新鮮的水分 好, 薑切完了 最重要是加上浸薑的醋 因為浸薑的醋有很香的薑味 我們可以放在攪拌機上 把它打破 打完之後, 用一個密一點的格勢 把紫薑纖維隔出來 我只需要紫薑的醬汁 這是雪糕機裝材料的容器 我把紫薑汁倒進去 預先煮大概一個小時 接著就可以做一個皮蛋醬 我把皮蛋剝掉 皮蛋除了煮粥煮湯之外 其實煮甜品也是一個很大膽的嘗試 做這個甜品, 最好選一些糖心的皮蛋 剝掉它會比較柔軟的 會比較好吃 然後切碎 好, 攪拌幾度 皮蛋最重要加點糖 可以中和它的鹼性 吃起來會比較好吃 加一點水 一定要用蒸餾水或抗亂水 因為生水時吃得很軟, 很餓 也是用攪拌機把它打爛 把它打到一個很幼滑的皮蛋醬 樣子不太吸引, 但也要冷凍 配合相比的時候會比較好吃 最後把皮蛋蛋白切成 像碎啫喱的形狀 讓裝飾用 大約一小時後, 紫薑汁就已經結冰了 我們可以放在攪拌機上 在香港可以用普通攪拌機 然後攪碎, 直至攪到沙冰的效果 大約兩分鐘左右 就變成一個很滑的沙冰了 然後把皮蛋醬放在杯底上 然後把沙冰放在上面 最後把皮蛋板放在表面上 能吃到一點皮蛋的質感 一個配搭生命的皮蛋紫薑出筆 就完成了 這個雪巴充滿中國風味 不知道煮法國菜的南大學校導師 會不會欣賞這個甜品呢? 是恐怖的 對 味道如何? 很不同, 也不太不同 他說很不同, 而且還不習慣 他真的很客氣 皮蛋也挺欠人吃的 但我很習慣 平時習慣了 從小吃到大都是吃皮蛋酸薑 那個質感, 要是你打溶了 變成冰的那個醬汁 還有那個皮蛋 吃出的那個蛋味 是的 還是保留了 是的 對, 如果你撕到熬無人吃東西 就是 Rais到 ту給富汁 那 vaak是最簡單的 謝謝 大家對這裡 他也會ซ顯 части глуб Aun 我們的眼神 在 childhood 做這一個忙碌 CP 我們在巴西餐廳的酒店 我們有約2000瓶不同的酒 它的酒店真的很厲害 全都是美麗的酒 美麗的酒 最主要是美麗的酒 我們是在法國 但也有很多酒店 從不同的國家來的酒 最舊的酒 真常,真常的酒 Mission Aurillon,1893 100…多少 1893年 有美酒 當然要配美食才完美 Philip幫我們準備了一頓豐富的法國菜 還配酒 這是頭碗 裡面有蛋黃、乳酪、豆蔻 還有一些焦糖 應該配什麼酒呢? 這個酒是很新的 很年輕的 很像的味道 果味很豐富,還有礦物的味道 醬汁很鬆軟,就像乳酪那樣 很有豆蔻的香料味 裡面有一點點…蛋黃 蛋黃加上乳酪很幼滑 但是這樣吃…跟這樣吃不同 有點脆,像醬一樣拌麵包 這樣吃就像乳酪那樣 一個挺開胃的頭盤 這個蛋黃又不是很清淡,又不是很濃 積餘就像那些酒一樣 我們也不會開始選一些很濃的酒 因為我們通常白酒是先喝鮮的 然後才喝紅酒 也會先喝一些清淡的酒 然後才喝一些濃的酒 Ruzen,煮菜來了 應該配什麼酒呢? 不如我們找專家吧 Philip在這裡 好嗎? 好,很濃 這是鮮,但我喜歡這道菜的紅色 因為這道菜的顏色 我認為這道菜比較濃的紅色 這道菜是Bordelais的 Condebourg,2013年 這道菜是很豐盛的 這道菜是主要解釋的 我現在吃的是套路 但是有一個卷 這道菜是有一點曬乾的蕃茄 他說這道菜比較複雜的主菜 就要配一個紅酒 那酒的特性主要是 比較果味豐富 而且酒精的含量比較高 勁力也十足 那如果喝下去的時候 就好像把一些很濃烈的東西 一喝下去就送進去那個位置 很快就可以,即是不會堅固 哦 C'est pas c'est bon? C'est parfait Halo, bon appétit Thank you very much Bon appétit 這個吐肉的味道很濃 那個醬汁也是很重香料 就像咖喱一樣,又有很多澱粉質 一定要用一種很濃的葡萄酒來配 葡萄酒是… 酒精挺濃的 但是果味很豐富 酸性比較低 可以跟這個很濃的汁平衡 好,很濃的 魚的煮法真的各種不同 這個法國菜的煮法配一道千層酥餅 挺特別的 因為我們通常…中國人吃魚 通常都是配一些可以吸收魚汁的材料 配一些酥餅、一些芹菜、煙肉 還有一些茴香、紅蘿蔔 配了一個用番茄加醋製的汁 魚本質的味道挺鮮甜和清潔的 配了一個番茄、醋汁比較開胃 酒,如你所說,層次挺豐富的 有一點果香的味道 配魚感覺比較新鮮 原來吃魚、配紅酒都可以搭配 乾杯 乾杯 其實要吃法國菜,除了在巴黎之外 地道的里昂菜也不能坐過 所以在法國的最後一站 我們就在里昂找我的好朋友Joseph 教我做一個里昂菜的代表美食 這是什麼? 好, 今天我們要做 鵝鵝鵝鵝 是一個寶祖利風格的炸彈 炸彈 當作早餐, 你當作是主菜嗎? 是, 是吃飯或最主菜嗎? 不是, 這是一個寶祖利風格 是一個頭盤 好, 材料很簡單 看到有蛋, 有煙肉, 有菇 還有多士汁, 有香草 要把蛋煮到玻璃的甜味 然後放進去燒蛋 然後把蛋倒在滾水中 要把蛋倒在滾水中 對, 水沒有汁 沒有鹽的, 只是滾水而已 好, 放在兩分鐘內 好, 放在水中 放在水中, 放在水中 倒在蛋後, 減慢火 隨便慢慢煮熟 煮熟 兩分鐘 白白就熟了一點 黃黃就在流漬的狀態 包得很漂亮, 好像雪公 但現在教你做汁 這個人都知道 紅酒… 加很多紅酒 除了紅酒之外, 還有牛仔濃湯 牛仔濃湯有什麼材料在裡面呢 我們要把材料放在水中 對, 牛仔濃湯 牛仔濃湯, 牛仔濃湯 然後加上牛仔濃湯 在紅酒之外, 慢火熬一小時 熬到它收乾水和稠 就像現在的狀態一樣 很稠的 然後做配菜 放牛仔濃湯, 首先加一匙牛油 讓它熨了 先炒煎肉 是… 你看 小鮮肉 然後加上菇 很香 對 你很少用牛油煮的吧 我比較少 放一片 將煎肉和蘑菇炒香後 然後將牛仔濃湯加進去 再煮均勻 除了配蛋之外 還可以配很多材料都適合 這道菜 加上菇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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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好之後就可以上碟 這個雞蛋配紅酒牛仔濃湯 真是色香味俱全 完全體現到李昂菜的特色 這個雞蛋白骨的作用 除了包著那個雞蛋黃之外 還有一點…好像海綿狀一樣 是 可以吸收醬汁 雞蛋無論是煮的配角也很出色 這次的雞蛋 我覺得有點像日本的溫泉蛋 一半生熟 是,很熟 加上牛仔煮成的濃湯 醬汁很濃 醬汁很濃 味道很濃 謝謝 謝謝 謝謝,再見 謝謝 在整個遊學旅程中 不僅擴闊了我的視野 還開啟了我對飲食創作的新領域 每一次的經歷 都一次又一次 令我體味到烹飪世界的另一個新天地 要做一個成功的廚師 除了用心煮之外 還要不停吸收新的經驗 飲食根本可以無分各界 跨越彼此的文化 這次另一個印象最深的 就是山東烹飪學校的年輕廚師 他對每個學習機會 都非常刻苦斷念和珍惜 這是非常值得 香港年輕一代廚師借鏡的 還有法國巴黎 有機會可以在一間 這麼有水準和谷地知名的 花學校上課 可以說是達成了我多年來的夢想 好了, 今集已經是最後一集 希望沒辦法最後機會 可以和大家分享多點飲食的經驗 我覺得這裡當然是遍地黃金 如果每天早餐都有這麼適合吃 就開心了 很開心 他說好像做夢似的 很累 挺重的 真是… 肥哥, 你呢 你試試過薯仔嗎? 當然吃月珠吧, 吃薯仔麵包 如果香港炒成這樣, 就會炒硬了 我還要… 太好吃了 可可味… 太好吃了 謝謝 太好吃了 這個, 喉嚨痛也要吃了 真的… 沒得說 也可以壓壽, 會好吃一點 一點點 一點點 這個… 很遠 先吃哪一道 很難要吃 這幾個 辣廚得成 這一輯, 近廚低食就完滿結束了 大家若想重溫节目内容 可以浏览这个网址